有民众发现目前有很多的药房都有推出新冠抗体检测盒 这价格从1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 那么到底有没有必要去支付这笔钱来检视自己的抗体保护程度呢 我们来听听医学专家说法 尽管测试新冠抗体产品的种类繁多 但您完全没有必要去检测抗体的保护力 专家解释这种血清血测试对大多数人并没有实际作用 而民众也绝不应该根据抗体检测的结果去改变您的日常行为 康奈尔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教授Cencia Lever说 她绝对不能告诉您目前是否被感染 同时抗体测试分析您的血清样本 以确定您的免疫系统是否建立了一种防御 具体来说 这样的测试是测试您血液当中有多少抗体 如果您的结果是肯定的 这意味着您已经接触过某种形式的病毒 无论是疫苗或是自然感染 如果是阴性的 代表您体内的抗体可能已经少到无法检测到的程度 但抗体水平有多高才能防止您感染 这样的数据科学界目前没有定论 其次并非所有的抗体都是一样的 Lever教授说 当您的身体暴露在病毒当中时 血清会吐出Igm抗体 但随后会转为IgG抗体 后者则更能保护您免受COVID-19病毒侵袭 但大多数的测试并不会告诉您这两种抗体的区别 那么抗体测试是否还有它存在的意义呢 答案是肯定的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流行病学助理教授夏洛特贝克说 对一些免疫力功能低下的人 医生会建议他进行抗体测试 以大致了解他们身体对疫苗的反应 同时也可以确定抗体在人体内停留的时间 这可以帮助科学家确定加强注射最佳时间和数量 尽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已经授权了进行数十项抗体测试的实验 但该机构也强调 并不推荐将它们作为测试免疫水平的手段 中天中望 准利报道 中天中望 准利报道